你好 欢迎收看台湿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景瑜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关心 三合院竟然变成了制毒工厂 台中一名59岁的张姓男子和立冠两名同伙 就窝藏在张化方院的一间偏僻三合院里制毒 警方获报前往工间当场查获到的制毒原料 器具以及完成品 持续向上追 还发现这个制毒集团 背后是由两名徐姓男子负责金元供应 前往歹人时 这两人还使出了吊虎离山计 最后还是遭到远警围捕 嫌犯开始摆着轿车遭变形请前后包扎 远警持枪拍打车身 要求嫌犯乖就呆 两名白法男子高举双手下车投降 他们是制毒集团背后金主 负责提供资金和场所 远警有警觉 他叫他女朋友开他的车跑出去 结果等到我们下那台车的时候 才发现是他女朋友 掩护他男朋友跑掉 集团两名金主五十九岁都姓徐 发现警方上门还找了女友开车 吊虎离山 没想要逃逸时还是被抓 而他们会被发现 是因为他们的制毒场被攻破 大批远警鹤枪实弹 然后彰化方苑正处三合院 破门攻坚 当场查获制毒原料器具 以及毒品两百七十六公克 还包括屋内三名嫌犯 分别是六十二岁的江姓主贤 二十九岁的江姓助理 以及五十七岁的廖姓制毒师 三人隐身在偏僻民宅内 制造二级毒品 假机卡系统 他不是发工的背景 他是先前就有两次制毒的经验了 他也是刚放出来没多久 他都是上网自己研究 然后抄 做一个笔记本 然后写录下来 自己研究 台庸警方在今年七月 破获毒品案向上追查来源 前后花了四个月时间 瓦解制毒场断绝资金来源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台中 重复